安波CS中超足球快训 2021年8月2日 深圳队兵临城下 周一晚上 中超同时上演两场重头戏 其中一场为深圳队与广州城的广东打比 十轮战罢 深圳队积得21分 而广州城略训一筹 获得14分 双方目前同处征贯组行列 为了保住各自的积分优势 本场双方必然会竭尽全力 究竟本轮路死谁手 请大家拭目以待 深圳队打破尴尬 你记得深圳队上一次击败广州队是什么时候吗 据数据统计显示 深圳队上一次击败广州队要追溯至1998年 那时候的广州队还叫做广州太阳神 在中超第十轮中 深圳队再次预线克星广州队 这一次他们再也莫有让球迷失望了 平级老江高林一传一声 球队最终2比1击败对手 打破23年以来的尴尬纪录 上轮立刻强敌之后 深圳队赴赛归来的五轮联赛好取四胜一盒佳绩 排名直升至队组第二名 并且与山东泰山同得21分 可以说 深圳队已经拥有争贯的自问 这不得不提及 58岁的主帅格尼奴 他于6月中开始接替前任阻敌高鲁夫的帅位 用最短的时间捏合出战斗力十足的深圳队 7月份至今的五轮联赛 在格尼奴带领下 深圳队抢分效率极高 2比1绝杀苍州雄狮 3比0轻取重庆两将竞技 0比0战合河南松山龙门 4比1战胜青岛队 2比1立刻广州队 能在三天一赛的情况下 好取13分实属不易 事实上过去这一段时间 不仅是高鲁表现亮眼 张元和郑达伦两名本土球员 也有突出表现 其中前者进五仗 贡献二球并 送出一次助攻 而后者上仗打开了赛季进球账户 阵容方面 两名外援普拉利根基和阿伦卡迪私有伤在身 另一方面 如果单看广州城实战 取得三胜五和二副排在的组中有 这个成绩看似是不错的 但仔细留意不难发现 军场失足1.7球的后防线却是一大漏洞 如何有效阻止对手的进攻是球队 接下来的主要任务 再者 自负赛以来的五轮联赛 广州城的表现也是妈妈 前四轮仅有三合一副的劣迹 直到上轮才平级全队的亮眼发挥 4比2击败青岛队成功指推 除此之外 对阵深圳队也是广州城的一大难题 要知道包括本季首循环在内的近四次交锋 球队悉数落败 军场让对手摄入超过三球 劣势非常明显 由此可见 广州城本轮被打回原形不足为己 感谢你收听安波CS中超足球快讯 谢谢给我们一个赞和支持 感谢观看 我们下轮行的电视迹 请举世冝 欢迎订阅 我们下轮行的电视迹 我们下轮行的电视迹 我们下轮行的电视迹